这个篮球有多恐怖 奥尼尔因为他打成了篮里 詹姆斯变成黄油手 NBA篮球都是用袋鼠皮缝制的 由于价值高达400美元 曾经联盟就爆发过一场换球风波 2006年NBA和斯伯丁合作了一款合成篮球 号称是世界上最好的篮球 并且在球员不知情的情况下投放使用 结果各支球队的命中率都出现了下滑 而球员们都认为这是星球的问题 奥尼尔说星球就像玩具店的那些便宜球 因为当球被弄失时 会变得特别滑 导致他投篮命中率下降失误上升 雷亚伦因为这种球特意在手上涂乳液 他还向记者展示了他裂胎的指甲 连适应力极强的詹姆斯都变成了黄油手 失误不断 后来还是读星侠的老板库班出面 委托德克萨斯大学的物理专家 测试星球与旧球的差别 结果证明球员们的抱怨是真的 即使接触到最少量的水分 球面都保留了摩擦污垢并且变得非常滑 此外物理学家还发现 星球的弹跳率比旧球低5%到8% 随后这场换球风波以球员胜利结束